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王一博,退去稚嫩,去掉寒潮装,魅力直拉满。 在娱乐圈中,王一博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不俗的演技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。 近年来,他的时尚风格也经历了一次华丽的转变。 退去了稚嫩的模样,他开始尝试更多成熟、优雅的造型,尤其是他那一头白金短发的狼尾造型,更是让人眼前一亮。 在时尚界,狼尾发型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充满野性和个性的选择。 这种发型与王一博本身的气质完美融合,让他看起来更加独特和魅力四溢。 搭配上一身米色针织素软的上妆,他没有选择华丽的衣装来加持气场,但却依然能够轻松驾驭这一造型。 王一博的时尚风格从不拘泥于一种风格,他能够在不同的造型中游刃有余,展现出自己的个性和魅力。 然而,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那一头白金短发的狼尾造型。 这款发型让他看起来更加成熟,自信和充满魅力。 无论是搭配简约的素色服装还是炫酷的街头风格,他都能够将这种发型演绎得淋漓尽致。 王一博的时尚品位也让人称赞。 他选择的服装不仅符合自己的气质,还能够展现出优雅和野性的碰撞。 在拍摄一组时尚大片时,他身着简约的米色针织上装,展现出一种低调的奢华和个性。 而下半身搭配的则是充满野性的工装裤和马丁靴,这样的搭配既展现了他的时尚品位,又凸显了他的个性和不羁。 王一博的白金短发狼尾造型不仅赢得了时尚界的认可,也让更多人看到了他不同的一面。 他的这一转变让人们看到了他的成长和变化,也让他在娱乐圈中的地位更加稳固。 这一造型不仅让人们看到了他的自信和魅力,也让人们更加期待他在未来的表现。 在时尚界中,王一博的这一造型无疑成为了经典之作。 他的时尚品位和个性让人们无法忘怀。 而他选择的简约素色服装更是让人们看到了他的成熟和自信。 这样的他不仅让人感叹,耶博还得是你呀。 王一博的时尚风格不仅影响了众多粉丝,也成为了众多年轻人模仿的对象。 他的白金短发狼尾造型更是成为了潮流趋势,让人们看到了他的独特魅力和不俗实力。 这样的他无疑成为了时尚界的宠儿,也让人们更加期待他在未来的表现。 入目皆是王一博,各圈公认的门面担当,网友乐开了花。 处处都是王一博,抬头不见低头见,这国民度来得有点猛,营业下的他,果然一出现就是铺天盖地。 11月是购物季,各大品牌齐刷刷地躁动起来,搬出代言人,各种物料满天飞,随便打开个APP,要问谁的代言多,那必然是王一博。 开评就是你,各大平台都是他,各种产品都有他,感觉每天沉迷在王一博的世界里一样。 王一博有点牛,热度有点高,人气有点旺,特别是近日的各种讯息中,让人感叹他的人生好精彩,丰富且向上。 王一博在乌镇戏剧节,看了四天戏剧,网友各种偶遇,让人羡慕,更多的是看到了王一博转型演员后,学习表演的姿态,谦逊低调还上进。 忙完了,人家还去珠海考赛车证,原本以为是去拍摄物料的,没想到人家是去考赛车证的,更是拿到了全满分的成绩,这个厉害了,兴趣这么光,爱好这么顶,学习能力和运动天赋都一起绝尘,内娱都照着王一博这个标准来,何来他房一片片呢? 没法比,根本没有可比性,谁敢对标王一博。 人家去哪个圈,破哪个圈,这种艺人才是我们该追的星,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吧。 时尚圈,这两天的头等大事,那就是香奈儿大秀来了,作为香家的少年,满屏都是王一博,更是拿下华人头版封面,给足了牌面, 也是做到了实实在在的宠溺无底线。 没办法,王一博的时尚感有着自己的风格,穿衣有品位,身材比例优越,气质拿捏人心,粉丝那就是一眼入目,越看越带尽。 电影圈的头等大事,那就是金鸡奖的开幕,这次可谓是六亲不认,只认作品的态度,整顿电影圈的势头值得关注。 王一博作为年轻演员唯有的一位,从提名就引来不小的讨论,都知道金鸡的分量,提名就是莫大的肯定,这是作为演员的一份荣幸。 王一博这次的提名,可谓是改变了整个95后小生的格局,流量和实力开始兼容,新一代青年演员的表现,逐渐开启刷屏模式,口碑和票房双管齐下。 不说别的,网友都说,各个圈层都有自己的行业头部,如果按照王一博的标准来,瞬间感觉好开心,人帅,实力还强,年轻人青春有朝气,给人一种奋进的势头。 入目揭示王一博,不得不说,我们很开心,在自己的领域中,能够有王一博这样的存在,会事半功倍,开心又惬意。 我们可能做不到王一博这么厉害,可是他会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,可以点燃我们的激情,是一份向上的力量。 王一博是流量却高于流量,他是娱乐人物,却有着引导我们向上奋进的能力,每个行业做到头部的人,自然都是人才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